大家好,欢迎回到精香煮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0月10日星期六的下午时间 今节又继续有我许刘山 还有小白熊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熊仔饼,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记住赞我们的影片,最重要是订阅蒙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静向部晒冷气3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继续回来了 一觉醒来,嘉赞生就 咦,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啊 就是为什么呢 盐田那方面,盐田12呢 香港逮捕了9个了 我们今天也做了一节 较早时间做了一节节目 讲了这9个人被捕的来龙去墨 那方面的资料已经讲了 好了,那今天下午的时间 我们在节目,其实今早上的时候 在节目都有讲过 不知道家属的回应究竟会是怎样呢 好了,那到今天的下午时间 现在就接近下午5点钟了 其实呢,已经见到家属在这个叫做12港人关注组的专业里面呢 就疑似啊,发出了这个声明 我其实对于这个关注组的专业里面呢 所谓的秘密关系港人的家属的处名的回应呢 我是相当之诚意的 这些呢,是数码家属来的这个是 那我对于今早就拘捕了这9个香港人 就说涉嫌他们是协助逃犯的罪名来拘捕他的 那家属又怎样回应呢 大家试试听一下,跟那班之前的什么A4陈凡等等的呢 在警署门口也好,不同的地方门口叫嚣啊 或者现在做出不同的行为的时候呢 那个态度和那个说法呢,不是很同 那个风格和那个吐露呢,不是很同 反而呢,是跟朱凯迪很近似的 大家试试听一下吧 家属回应,今早警方拘捕行动 今天,即是10号,清晨的时候 警方以这个叫做协助逃犯的知名 就拘捕9个香港人 就指他们涉嫌协助12个港人逃走 一,我们认为警方今天的行动是试图转移视线 但香港人面对确作证据一定会追究 香港警察与中共勾结 将12个人送中的始末和责任 第二,香港政府一直默许 中国对这12个人实行秘密拘留 我们认为香港警察今天的拘捕行动 极有可能是基于深圳公安 对12个人的秘密审讯所获得的资料 我们对这12个人可能正面对酷刑逼供心感忧虑 第三,尽管面对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争取家人早日回港 并会努力查明真相被秘密关押港人的家属 2020年10月10日 哇,我看到这三点相当震惊 如果这三点就是这一帮家属 打算未来要做的事的话 他们真的要循着这三个方向去做事的话 很老实,恐怕这一帮家属会认了今天 朱凯迪在他Facebook所说的那一段事 我看来似乎这个朱凯迪都是很想这件事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六个小时前,即使今天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下午的五点钟,即使大概今天较早时间 朱凯迪就说了 撤局送中后再收网 下一步家长救孩子刀犯国安法 即使你再这样逼下去 这一帮家长或者家属也好,怎样都好了 他们如果真的觉得 是中国方面 他们觉得 令他们觉得是中国有一些不正当的方法 令到他的小朋友或者家属也好,什么都好 受到迫害,或者所以回不了来 不难保他们迟些可能会做出一些 违反港区国安法的行为的 朱凯迪你最想看到这帮家属 都是到时被控告一份 那到时就中了你这一句 这个人很阴毒啊 他想把所有东西推到极致 然后就 帮自己去拿这个 讲碎的叫拿光环 很阴毒 他留意一下,其实他一直以来的操作都是 把所有东西推到极致 然后帮他拿光环 譬如说 最新近的就是 泛民说要留 他就主流派 人家泛民主流派 他说不行,要拆大台 甚至不惜要玉石区分 就是说大家要一起离开议会 譬如说 讲这一个逃犯修订庭 当初说去陈同佳那时 陈同佳事件说一次就可以搞定 是他说 林郑政府 才说既然是这样我们收袋逃犯条例 他就立刻 反抬 其实他所做的事就是 将所有的东西推到极致 没有弯转 全部人抹面 全部人抹面就可以了 他就是想 他的宣传都推到极致 他就说如果有个加拿大人 在加拿大港人在加拿大 讲了中共坏话 就跟台湾媒体说 你只要经过香港机场 都会被人捉回去 审问一番的 这个人是很可乎 你说这句话 什么警方 试图转移视线 而这样拘捕这九个人 即是说警方胡乱抓人 老实 抓了九个人 如果是要抓九个人 你试想 九个人的话 他身边牵动有多少人 还有一个是社民连 的老张 七十多岁的 这位阿姆 你想想 牵动了一个 政坛 的社民连 的人 你觉得社民连 都没有出声 到现在的Facebook 都没有update 说这个人被捕 警方先为了转移视 所以冤枉他 又没有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一口气要冤枉九个人 一听都知道不合逻辑 而且 可能是协助调查 现在抓他 说就说到 第二步而已 中间一定是有些事 事会发生 但是不是 朱凯迪 即是第一个走出来 他目的就是想 牵动所有人 站在他那边 再斗 他基本上 他是 不相信制度 最好认为 这套制度 完全 这个社会完全撕裂 是最对的 在泛民里面 他是 他是一个 毒瘤 因为他是想 所有东西没有弯转 基本上 卑鄙处是 而且他是 等他可以吃万毒 他 他刚才的post 他还 出了一个patreon post 我不知道你刚才看的 在哪里看到的 但是他patreon那里 他做了一条文章 就是讲中共办案逻辑的示范 他就说这个12人送中案 他已经将这件事 就是将那个说法 就想和这个 上年那个反送中 是连起来的 就说是 讲警配合中共办案逻辑的 第一击 这个是太难的事了 难度9.9 除了朱凯迪之外 另一个就是 常常被奔走 那个周嘉诚 奔走嘉诚 他在他的Facebook 都是这样说的 他自己 都是出了一篇东西 他跟这一篇所谓的叫做 什么 被秘密关押港人的家属 这帮数码家属 隐形了他背后的家属 讲话 这一篇东西都很像的 那个周嘉诚他都说的 他说 转而视先 继续寻找什么 涉密者 这样那样 又说秘密区 会不会严刑逼供 为什么会知道这9个人 会严刑逼供知道这9个人呢 你刚刚才说这9个人 是转而视线的 随便 的9个出来的 那你现在又说严刑逼供 得知道这9个人的资料 那即是严刑逼供问出来 还是警方乱禁得了9个人出来呢 你自己的逻辑已经不通了 朱凯迪还学什么人讲什么逻辑 什么办案逻辑呢 不过可以看他怎么说 我看不到整篇的 因为要钱费才看 他收了10元一个月 美金 即是都贵了一点 即是我订其他报纸都不用10元 有过分的报纸 和对一般人的震慑 这个不是事实 但我也不要博弱 稍后再听他说什么 那他就将现在的问题 牵涉到这个国安公署 他就说国安公署在香港设立之后 中共可以更直接地指挥港警 和飞行服务队 落实试次计划 这些是他的揣测 他就说第一步是情报收集了解 12人的出船日期 和其他的事实 第二步就是确保12人执行计划 由警察和飞行服务队 将他们交到中国海警手上 然后送中 第三步就是在中国秘密审讯时 逼他们披露所有相关人名和事实 第四步就是由香港警察 以中式认得来的情报 在香港进行第一轮支援者的区 他就说做到第四步 可能只是开始 然后后面就点点点点 然后阅读全篇文章 就要给钱 他的patreon 那我拼一下他 由头到尾 这一只船 没有任何的辅助力 推它过去 中国水域里面的 没有的哦 你有任何的辅助力 推它过去的 你才可以说是香港警方硬硬或者中国和香港是合谋 他将这12个人无端端推了过去中国水域 而跟着所谓的叫做送中之后再逼他说什么口供也好 你这样就算了 但如果现在他们自己驾过去的 是他们的问题 就算真的警方看到他们的船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那他过去 那才是真是 他越过了香港的水域 过了中国 他没越过的 你不可以说他是罪犯的哦 刚才社长在这一节都说了 会不会出去骑香蕉呢 原来去观瓶呢 虽然可能那个水域没有瓶鱼啦 但是看看会不会有瓶鱼呀 或者搓墨鱼也好 什么都好 会不会呢 那这个是一件事 你不可以这样屈下去的 还有什么叫严刑逼供呢 是不是呢 你不确定的哦 还有这九个人 今天被捕的这九个人 究竟是怎样得知呢 你甚至乎可能是家属给到一些 原来他们之前的子女也好 家人也好 有跟那些什么人联络啊 还是怎样啊 会不会因为这些人 跟他联络过 知道他的下落啊 还有为什么有些什么人 令到他们会上船啊 你说可能这样查查查出来 都不顶的哦 嗯 让我说一说了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看法 你说不可能 就是飞行服务的一架飞机 不可能影响他那架大飞 或者一些催眠的那些 过去啦 过去啦 过去有很多美女的 过去啦 继续给有架船冲出香港水域 东莞记得懂那些,叫你过去吧 东莞美女都一路向西啊 可能叫一路向西 有可能的,飞行服务队原来有阴波功的,是懂得叫那两个人 他说是确保12人执行计划 他就是用这些阴波功去确保这12人执行计划 还是周星驰那样? 倒盒那里令大军焚心似火的,记不记得 周星驰当初也是幻想到自己在船上 咦?为什么在这里?可能用了那些仓害一声哨的 会不会有特異功能的影响到幻觉呢? 焚心似火,为什么每个都过去? 社长有没有准备唱焚心似火 这些东西很荒谬啊 有时候觉得越看越奇怪 现在这样搞的话,究竟你怎么说他确保12人执行计划? 他意思就是说警察就算要执行这个计划的话 那又关人什么事呢? 没有人拿着枪指着他要去坐大飞走的 坐中间 他突然间对着大海问 咦?前面是什么水域啊? 跟着好像社长有声音突然困他 这里是香港水域啊,猛饼 回来吧 有声音突然困他们过去对面 没有啊,完全没有这个助力 基本上就算有飞行服务队 就算真的有 他也是在上面有什么问题 看到有一点冲了过去 其实只可以说 还有,你不可以这样完全是老作的 作得太紧要就是说什么严刑逼供啊,还是怎么样 我这个真的觉得太离谱了 还有,他严刑逼供一件事 如果我们听到严刑逼供当然觉得很好笑 是吧? 他当了好像周清慈那套白面包青天 找吴孟大在那里扮,不知道只剩半个人 啊,快点说啊,你看看我好痛啊 吴孟大是扮着自己剩半个人 不知道下面推着他 扮到血淋淋的那些 啊,快点说啊,同四个啦 那些,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其实这个朱海迪说的逻辑是 现在我要说一说 就是如果他的情报收集了 了解了12个人的出船日和其他事情 还有,第一点是有可能的 情报收集了解了 是有可能的,这个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是正的工作范围之内 了解了 那好了,第二步,确保这个就是屈的 就是根本就不需要确保这个 他只要清楚掌握到这12个人的方向是什么 那就OK了 那根本后面那几步呢,就是什么 交到中国海警手中,然后送中,不用的 就是如果你纯粹 没有交过 没有交过 那当你有做第一步的时候 第三步,朱海迪说的就是秘密审讯12人 逼他们披露所有相关人名和细节 那这个就不需要了 因为如果你第一样 已经知道他们出船和其他细节 那里呢,你已经大概是掌握到 究竟是哪些人有份参与 因为基本上连他出船的日期 或者地点都知道的话 那你有多难呢 你一早可能已经有监视器 有部署好,拍摄好 哪时哪日哪刻有哪个人来过 他那间房子在什么暂存屋里 究竟是哪里 哪个人车他来,车牌多少号 这些早就已经掌握到了 已经不需要他迫供了 不用迫供了 迫供来都收工 人们都散了 如果真的警方早就知道的话 还有一件事 就算真的警方早就知道 假设这个不是真的 知道的话 他开船出去 他开船出去说 钓鱼都可以的 他有个钓鱼工具的水通在那里 就算他开船12个都是不能够离境的人 一起上船 开船在香港的水域里 你说12个人拿两只鱼肝不行? 可以的 其实是没有办法 但是那个实际的问题 你解释不了 为什么12个人钓鱼 只有两只鱼肝 你就告诉他 其他10个人 是帮我两个钓鱼的人按摩的 你要解释得到才可以 不过其实也是解释不了 你再勾下去 他们的操作是很有名的 你看到这一样 就是他说 他其实就是想把 推向的机关 一定是秘密手上 一定是打到他 屈打成招 他现在是说这一样 所以他是很强调 这个是用中式行得到的程度 但是那个实际情况 香港就是这样 会不会真的完全不知道 你们想什么时候走呢? 就是我自己就觉得 情报是一定会收得到的 但是究竟他们有多详细的情报呢? 就不知道的 但是你说有没有必要用酷刑 去拿那些人名出来呢?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绝对没有必要 而内地也都不会理这一样东西 内地要查 就是他们为什么会 这12个人为什么会 插大飞进去内地的水域 其他的东西根本内地是不需要的 就是现在内地也没有说过 这12个人和国安是有关系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只是说这12个人偷渡 其实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就怕周嘉诚这一类人 会再和家属不断地说 因为家属可能都会想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听到 觉得很好笑的 什么逼供啊 什么老虎登这些 当然不可能了 但是那些家属都会 就是他们因为 关心家人的问题 某程度上他们会看到 咦? 为什么会知道 会懂得抓人 会不会真的 嚴刑逼供的 然后哎呀我的儿子啊 不要打他 我都不舍得打他 你竟然打他 那些拍了心口 可能已经哭了 如果真的有人 认识那些家属呢? 我明白的 我们有时候可能都说 家属怎么怎么怎么 不应该做得过激行为 他们 站在他们的角度看 他们真的 很大机会 也都有 某程度上 是被这些政棍所利用了 之前 他们可能去到 已经有收过那些限聚令 那些告票 怎样都好了 这个呢 可能就是他们的热身 他们做下去 可能就是相信 可能就是误会了 就是严刑逼供拿回来的 可能就会再做出更加过激的行为 到时如果他们真的犯了法 犯了些什么 真的难以逆转 不是告票那么简单的罪名呢? 那就真是大件事了 嗯 其实朱凯迪这个操作 令我想起 新屋嶺那些 是同一样东西 就是做一大顿理由 他比较高明的 新屋嶺 直接用鬼谷去 也有烧猪肉那些东西 他也是用这种方法去包装 是啊 他现在很明显是用这种方法去包装 就是说 那看一下 他们内地是会这样做的 我人头担保一定会的 他用自己 他压上了自己的信 所谓票王珠的信誉 去令到 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找了周嘉诚 又是用同一种手段 和一种方法说这些东西 其实 但是 他要令人信奉异过澄清很多 澄清是很困难的 是啊 他就是一味靠屈 很明显的 他现在就是说 你澄清吗 他们一向都是说大话的 你竟然相信这帮人 你越澄清他越描黑 基本上他是要屈你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之前他们一个星期前 接近两个星期 一个至两个星期的时间 他们不是说什么希列货船 人家就上去问 打电话问他 他就采了三汪果 你又不叫人交资料出来 撤查到底 一定要雷达资料 人家不理你 你已经没有声出 已经不知去了哪里 其实刚才之前 关于定义机会更好笑 我看到有些资料 问了谭问好了 他说飞行服务队应该事前不知道 后来就是临时被警方召唤 去协助执行任务 等等 谭问号 他不是在飞行服务队做的 他又知道里面的操作方法是怎么样 他在航空公司做的 为什么你要当他知道里面 好像在飞行服务队里面救人 那些是这样的 大家都在飞字 飞啊 这么说 他有朋友在飞行服务队里面做事也不出 那现在当然有人说 就是说要抽出飞行服务队的内鬼 捉鬼 捉鬼 就是这些永远都是引人入胜的说法 那我当然没有情报 也都不想说这些东西 因为你说捉内鬼 我自己就觉得他们整套东西都是作出来 根本就没有需要蓄内鬼 有些人说我们芒是鬼 所以都很引人入胜 很多人真的来听一下 我们没有鬼路过这些 真必思是四分一 不要紧的 他认为自己是唐人 那就是唐人 好啦 要拆开了一点点 不好意思 要说回朱凯迪港那些 其实那个核心 内地是会用哭 这个才是那个核心 而这一样东西 内地是很容易拆 我跟大家说 只要内地放一些好像罗区 招待这个 郑文杰的片出来 12个人一字排开 放12条片出来 那么 朱凯迪制造这个谣言 可能到时候 特意叫他们穿上那些短衫短褲 看看有没有 伤痕 伤痕 是啊 受了内伤 他们说是郑文杰 内伤 但是他说话很有忠气 是啊 受了内伤 怎可以在英国说话很有忠气 还有 大家看到那九个被捕 叫做协助被捕的那九个人 其实有一个令到我很震惊 就是长毛前座的清姐唐远清 其实他就是 大家记不记得有位叫刘山清的人 其实他就是刘山清老婆来的 那么 七十多岁 两个七十 但是很搞笑 刘山清在他Facebook和他任何的东西 都没有跟他老婆发声 但是其他人就慢慢地说 就是 连他的先生 他的丈夫都没有出声的时候 那些人就开始出来吃饅頭 所有事情进入了法律 都是不出声 是 是有些人觉得 就是他的地位是超异的 就是 法律都管他 或者法律 法官都要听完才是对的 就是有些人觉得是这样的时候 你的社会就是很难处理当前的问题 就是他们讲得很夸张 那些什么酷刑 又是什么刚才都讲 哦 看到没穿没乱就是了 不知道加藤生记不记得 《笑我江湖》里面 是第一章里面所出的 崔心掌 是吧 可能会练成他 打到心臟就练成了七片八片 是吧 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你就会死的了 那些 记得吗 那时候在那个福威标局 大门那里 那个青石板 写着 六个大字 出唤十步者 死 就是 不爆料 我们就用崔心掌打 不爆料者 就是 是不是这样 那些人说得很夸张 就是 和我吃了这只药 田龙王那时候 大内留下了 吃了十日内必死 没有假药的话 你和我爆料 哇 好害怕啊 所以现在的家属 其实都 有些人可能说 哎 你没有管教好你家人 这一件事 但是现在 其二是怎么管啊 人家几十岁了 他走得走得 老实说 有很多男老爸 男老母都管不了个王仔 所以都不要中计了 不要有过激的行为 最重要 不要犯法 现在朱凯迪 最想你们这一帮人 犯的法就是 港区国安法 千万不要中计 他在Facebook里面 已经写到明那句了 说迟早有一天 你们都会中了港区国安法 就是因为你们 他说你们是救孩子 不是 你们不是在救孩子 你只不过中了他们这一帮 猿套 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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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把这件事 煲到反送中 他们的反送中 他们口中的反送中 是的 收定条例 没错 今次暂时讲到这里 都希望那些家属 虽然我们经常讲你什么 A货陈凡 这样那样 其实都是希望你们冷静 好好地面对这件事 会更加紧要 也都不要再掉入这些猪圈 猪圈套里面 多谢大家先了 今次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